哈喽大家好我是马克 欢迎回到马克时空 最近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著名主持人 奥利加斯卡别耶娃在颇具影响力的60分钟节目中 愤怒地表示 自从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 仅在社交媒体上就发现了超过28.4万份俄军官兵的复告 比乌克兰政府公布的数字还要多 考虑到很多偏野地区的居民不会发复告 俄军的实际损失很可能还会更多 他对此感到恐惧和担忧 斯卡别耶娃是俄罗斯著名的电视名人 激进的民族主义者 由于他经常对俄罗斯反对派进行激烈的批评 被称为普京电视台的铁皮娃娃 外界无法证实他关于在社交媒体上 发现超过28.4万份阵亡俄军公布的说法 克里姆林公或俄罗斯国防部也没有对此进行评论 另外这些复告当中也可能有不少是重复的 不过按照乌克兰国防部发布的数据 俄军的损失刚刚超过25万人 斯卡别耶娃的说法也许侧面印证了乌克兰数据的正确 连坚定支持入侵乌克兰的斯卡别耶娃都感到如此的愤怒 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以前普里格金总是痛骂国防部长 绍伊古和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了 俄国还有一个敢骂国防部的知名军事博主 斯特列科夫也就是基尔金 因为痛批普京和国防部高层的出格言论最近被捕了 其实普里格金和斯特列科夫都是极端分子 他们也是恶贯满盈的军阀 但他们现在都无法认同普京 认为他的软弱和无能在葬送俄罗斯的未来 最近包括58集团军前军长伊万波波夫少将在内 多名俄罗斯高级军官被解职 原因就是这些高级军官向俄军总参谋部报告了前线的真实情况 包括补给不足 损失惨重 士兵疲惫不堪 指挥混乱 缺乏反炮兵装备和电子战装备等等 结果就是这些军官因为失败主义和消极情绪被解职了 看来俄军的惨重损失越来越包不住了 既然解决不了问题 那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吧 在俄军猛烈攻击乌克兰的黑海港口时 乌军也派出无人机和无人快艇洗扰俄国的黑海港口 爆炸击伤了一艘俄军的登陆舰和一艘运游船 乌军意图借此来封锁俄国的石油出口路径以牙还牙 让俄国的经济更加痛苦 俄罗斯的经济正在不断萎缩 今年前七个月 俄国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同比大幅减少41% 而上半年 俄国国防开支就达到了5.59万亿卢布 占同期总支出的37.3% 比原计划多出了12% 今年俄罗斯的国防开支将占总支出的三分之一 是十年来的最高比例 而且俄国现在军工企业全力以赴开工 大量招人来工作 甚至影响到了一般民生的生产 导致国内经济进一步萎缩 为了维持卢布的汇率 俄国甚至要大把大把的抛售 卖石油收到的人民币 但卢布对美元的汇率仍然不断下跌 今年以来已经下跌了40% 俄国早期准备的所有经济手段 一开始还能够应付西方的各种制裁 但旷日持久的战争 这些经济手段正逐渐被消耗殆尽 未来俄国的经济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反观乌克兰 不仅不断接受西方的众多经济援助 未来还可以动用西方冻结的俄国资产 德国也提出了新马歇尔计划 来振兴战后乌克兰的经济 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上将 已经被解除特别军人行动总指挥的职务 由空降部队司令尼哈伊尔 特普林斯基上将来接替 这是俄国第五次更换前线总指挥了 而格拉西莫夫也是第二次被解除总指挥职务 但仍然担任总参谋长 有些媒体说 特普林斯基与失踪多时的俄国空天军司令 苏洛维京大将 关系密切 他出生于现在乌克兰的顿涅兹克州军人家庭 在苏联解体时 他选择加入俄军 而与他相反 现在乌克兰陆军司令 希尔斯基上将 则是在俄国出生的 但在苏联解体时 选择加入了乌克兰军队 7月的时候 隶属俄罗斯国防部的红星电视台 发布了俄国空降部队司令 特普林斯基上将 在空降兵日向空降兵致敬的视频 特普林斯基透露 俄罗斯空降兵在特别军事行动中的受伤数字 按照特普林斯基的说法 在将近一年半的特别军事行动当中 有大约8500名俄军空降兵受伤 他强调 有3万名空降兵获得了国家奖章 最重要的是 有5000多名受伤的空降兵 在治愈后重返前线 还有3500名伤兵 轻伤不下火线 俄军空降兵总共就大约5万人 8500人受伤 重返前线 或者是轻伤不下火线 那么有多少空降兵阵亡 或者是受伤后无法重返战场呢 特普林斯基的讲话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以至于 红星电视台 很快就删除了这个视频 并在全俄罗斯范围内 展开了同样的删除行动 现在在俄罗斯网络上 已经找不到相关的视频了 英国国防部倒是回应了 特普林斯基上将的说法 英国国防部称 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2022年部署到乌克兰的 3万名俄军空降兵中 至少已经有50%已经死亡 或受伤后无法继续战斗 外界无法证实特普林斯基 或英国国防部的说法 不过 一些俄罗斯消息来源显示 在乌克兰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 俄军空降兵部队 由于人员损失惨重 正在大量补充预备役 也就是动员兵 很多部队里的动员兵数量 甚至超过了50% 以至于老兵和军官感叹 空降兵战斗力迅速下滑 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初 俄军空降兵承担了夺取基辅的任务 但因为机场遭到了乌军的封锁 结果不仅导致 激将落地的俄军空降兵损失惨重 后续运输机也无法降落 甚至还有多架满载空降兵的运输机 惨遭击落 其后 俄军空降兵就不再执行类似的任务了 而是被当作精锐的突击步兵 投入到马里乌布尔 北顿涅兹克 利奇尚斯克 和巴赫木特等绞肉机里了 尽管俄军空降兵的战斗力 比一般部队更强 但西方观察人士 对俄军如此浪费性的 使用空降兵感到震惊 并因此得出 俄军一般部队缺乏战斗力 只能靠空降兵去填补前线的结论 与俄罗斯空天军相关的电报频道确认 俄军又一架卡五二短俄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了 就在最近 我们还为这架卡五二的机组人员 提供了导航设备 相机和手表 不幸的是 一枚从背后袭来的恶毒导弹 要了他们的老命 我不会告诉你们细节 但机组那些家伙没有机会逃跑 稍早一些 乌军第47旅宣布 他们在洛伯蒂尼附近 用便携式防空导弹击落了一架卡五二 这也是乌克兰部队击落的第40架卡五二 这也就意味着 俄乌战争以来 这种直升机差不多被击落了三分之一 倒不是它的防护性不好 只是因为它出动太频繁了 难免不被击落 卡五二是这场战争中 最为活跃的武装直升机 活跃程度甚至超过了米28 米34和米24 尽管乌军已经击落了40架卡五二 但根据公开报道显示 这种共轴双旋翼重型武装直升机 在攻击力防御力和机动性等方面都表现不错 但最大缺陷就是电子设备了 上周我在节目中介绍了最新型号卡五二M 由于装备有射程达到15公里的 LMU-2远程反弹克导弹 能够在乌军便携式防空导弹 甚至部分进程防空系统射程以外发动攻击 给乌军的反攻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而且卡五二M的自卫能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它新安装了L418整体式自卫设备 包括紫外线导弹逼近警告系统和定向红外干扰设备 以前的卡五二配备的是L370P2自卫设备 L418是L370的现代化改进型号 可以探测更宽的频段和更远的距离 四个L4182导弹逼近警告系统 位于机身前部和尾梁的侧面 覆盖机身360度范围 两个L4185定向红外干扰设备 则安装在机身下部的两侧 在主起落架前方 可以发射特殊的红外和紫外辐射 用于干扰空空和地对空导弹的红外导引头 虽然俄国宣传说卡五二飞行员有弹射逃生装置 但很多卡五二坠毁的照片和视频都显示 弹射逃生装备并没有工作 很显然制造系统很可能不太可靠 空中力量是俄军在这场战争中最主要的优势之一了 不过英国国防部在最新的情报更新中 却认为俄罗斯空天军在战争中投入的资源 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 按照英国国防部的说法 入夏以来 俄罗斯战机每天的出动率超过100加次 积极支援地面部队 不过由于惧怕乌克兰军队的前线野战防空网 俄罗斯战机几乎只能在俄军控制区上空活动 轻易不敢进入乌军控制区上空 俄罗斯空天军试图用带有滑翔增程套件的制导炸弹来解决这个问题 俄军战机可以在几方控制区上空投掷炸弹 炸弹能够滑翔数公里 不过截至目前 这些滑翔弹并没有表现出它的精确性 这些制作粗糙的滑翔炸弹 跟乌克兰空军使用那些美国援助的JDM-12 显然不是一回事 乌军最近再次用导弹准确打击了 连接克里米亚地区和赫尔松州的两个关键交通枢纽 穷加尔桥和赫尼什桥 莫斯科任命的克里米亚地区领导人称 这两座大桥再次遭到了乌军风暴阴影巡洋导弹的打击 虽然穷加尔桥和赫尼什桥并没有完全被炸垮 但也严重受损 预计在短时间内无法使用 这两座大桥再次遭到攻击 使得赫尔松地区的俄军补给更加困难 乌克兰军队不断使用远程导弹攻击俄军后勤仓库和主要的交通枢纽 目标就是削弱俄军的战斗力 除了英国援助的风暴阴影巡洋导弹 法国援助的斯卡普EG巡洋导弹也已经到位 在乌克兰国防部被庆祝该国空军节发出的一组照片当中 显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乌军总司令扎鲁日内 在视察空军部队时 出现了苏尔斯战斗轰炸机挂载的斯卡普EG巡洋导弹 也就是法国版的风暴阴影 泽连斯基还受邀在导弹上写下了荣耀属于乌克兰的标语 在英国援助乌克兰射程达到250公里的风暴阴影巡洋导弹之后 法国总统马克龙7月11号也宣布 法国决定跟进向乌克兰移交法国版的风暴阴影导弹斯卡普EG 乌克兰空军司令欧勒·施修科说 这些军机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造 可以使用盟国提供的武器 包括阻尼火箭弹 风暴阴影巡洋导弹 AGM-88反辅射导弹和JDM-E2炸弹等等 斯卡普EG和风暴阴影一样具有衍生外形 虽然是亚因素导弹 却能够大幅降低遭到拦截的几率 导弹长5.1米 发射重量1300公斤 弹头重450公斤 在英法都援助巡洋导弹之后 关于德国是否提供金牛座导弹的讨论 更加激烈了 金牛座是德国和瑞典联合研制的 一种防区外空对地巡洪导弹 它的性能与风暴阴影差不多 但更重一些 飞的也更快 金牛座导弹也具有隐身外形 采用涡扇发动机 飞行速度可以达到一马赫 最大射程500公里 导弹采用了惯性制导和GPS修正 以及末端红外成像的符合制导方式 命中精度在10米以内 金牛座的发射重量有1500公斤 弹头重480公斤 可以打击坚固或者是地下的目标 串联钻地弹头 可以凿穿6米厚的钢筋混凝土 或者是36米厚的土层 德国西班牙和南韩购买了金牛座导弹 可以从龙卷风战机 F-18 F-15K JS-39和台风战斗机上发射 虽然德国国防部长不赞成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 但德国国会却可能支持提供 德国执政的社民党议员施瓦兹 在国会预算委员会负责国防领域的事务 他最近对媒体强调 德国应该现在就援助乌克兰金牛座导弹 德国的在野党基督教民主联盟 自由民主党和绿党早就表态支持援助乌克兰金牛座导弹 现在如果执政党也转变态度的话 这项援助很可能会被推进 德国因为是二人战败国 在向乌克兰援助武器时态度并不积极 但在国际社会的不断推动下 还是援助了IRST防空导弹 暴视主战坦克 PZH-2000自走火炮 列爆防空炮车和黄鼠狼装甲车等重型武器 德国国防部长公开说 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 并不是德国的首要任务 而且美国也没有向乌克兰提供这样的武器 看来这次德国还是向提供主战坦克那样 要美国先上 如果美国援助远程导弹了 我就援助 未来就要看拜登如何接招了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 请继续观众马克施工 咱们下期再见